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剧中 汉尔元叫食荤者 听着名字 以为卖荤菜的馆子 但实际上 汉尔元是家素食馆 只卖素食火锅 素面等热食类和自制饮品 剧中内景部分是在摄影棚里完成 因此食荤者后厨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大家在剧中看到的那样 据中心报报道 3月26日 苏州市姑苏区平江街道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 对汉尔元的后厨 进行了全面食品安全检查 执法人员发现该店存在一些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如员工私人物品与厨房食品原料混放 员工健康证明过期未不办 部分食品原料标识模糊等 店内经理坦言 如今店里成了网红 每天都有游客 慕名而来 供应量突增 导致人手短缺 管理出现问题 汉尔元被执法人员责令限期整改 目前已经关门停业 游客只能在门外拍照留念 看到这个消息 超呆呆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打卡往事 超呆呆特密一部公路电影七天爱上你 也叫树顶上的恋人 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开着房车旅行 一路跋山涉水 也长城 古村落 坝上草原 树屋 那些唯美的镜头 配上优美的背景音乐 全然符合我对自驾游生活的美好期望 剧中主人公相聚的民宿 叫北京院子酒店 在电影镜头里 美轮美奂 浪漫至极 由于电影的光环 难得动心的 超呆呆居然动心了 决定找个时间 去北京实地探访一下 不然不是真爱粉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颇废了翻周折 在安定门之夕 街心花园以南 找到了电影中这家 隐藏在古老四合院中的酒店 满怀憧憬和期待 踏入大门 一腔热情瞬间被扑灭 我的漂亮的阳光房呢 浪漫的屋顶花园呢 怎么眼前的景象 与剧中似曾相识 但又截然不同 带着疑惑 不甘心地咨询前台服务员 担心是不是自己搞错了地方 结果服务员说没错没错 拍电影时剧组带来了很多漂亮的道具 他们有专业的布警人员 拍完电影们那些道具也就带走了 心底不由的涌起 一种叫失落的感觉 又安慰自己 不急不急 好在还有一处地方 可以打卡 晚餐后 赶到界外SOHO 一路打听 终于找到了 剧中的旋转木马 据说当时 老潘为了提高 界外SOHO的人气 特意修建的 免费给孩子们玩 眼前的旋转木马 不仅没有镜头里 那么炫彩浪漫 而且 根本没有旋转起来 一打听 原来早已不能使用了 从那一刻开始 超呆呆明白了 电影和现实的差距 END作者 超呆呆 我思考的方式 就是发呆 发呆改变人生 王思聪 你没事跟 花千方吵个什么劲 没碰上 苏大强这样的爸爸 你的人生 就会好吗 蠢人的钱 是赚不完的海归 找工作这么难 为什么你还要 送孩子上国际学校 你必须有一样 足够拿得出手